政院大動作宣布啟動台美 二十一世紀雙邊貿易倡議 六月底將在華府 進行首次會議 就十一項議題進行談判 包含貿易便捷化 法治規定反貪污 協助中小企業貿易等議題討論 但不涉及灌稅 民眾納悶 我們連萊豬都吃了 但要求和美國簽訂BTA和FTA 全沒下文 連新成立的印太經濟架構 都不讓台灣參與 如今突然冒出二十一世紀新唱技 到底是什麼東西 不給我們加入iPad的一點小補償 讓民進黨做大內宣 你看美國對我們多好 可是空洞 空洞 再空洞 不然你簽個MOU吧 也沒有簽 什麼都沒有 網友狂酸 還不如吃二十一世紀口氣刺激經濟 也說早日簽署就是沒簽 等於什麼都沒有講 是在搞笑嗎 還有人舉例 這等於花了六年的時間 終於跟隔壁的正妹說了 以後能換賴 國內產業界更認為 應該要有實質進展 創意的話沒有實質對台灣的經濟的貢獻 來自我吃了啊 現在買了買這麼多啊 結果要的什麼都沒有 只有要到一個TOKTOK 執政者大張旗鼓宣傳這新唱意 又是台美關係大躍進 還不如直接告訴百姓 到底國家的實質利益在哪裡 記者綜合報導 所以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次數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